从此阶段 让我们一起来看 目前持续处在领袖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进入2024年全国田银大奖赛第六章已经落下了帷幕 今天给大伙计设的是女子2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计设的主角就是来自安徽的迪玉婷 迪玉婷成获的亚洲少年田银锦标赛女子200米冠军等等 现在的迪玉婷妮妮才只有22岁 也是我国短跑 懒懒生起新兴 最终李玉婷以23秒55的成绩无须力挪 有的一题是在5月29日进行的2024年全国田银大奖赛第五章女子200米决赛中 短跑天才少女陈玉婷标出了23秒19的成绩破纪录图化 可见陈玉婷今天的状态有多么窄烈 而李玉婷现在也是中国女子接力队的独立成员 虽然还没有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但是李玉婷和队友们也在不断的努力着 李玉婷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非常强悍 实际上会在比赛中上演逃进无人区的幻面 李玉婷的大长腿也是非常堕目的 其实在本次预赛的时候 李玉婷就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预赛的时候李玉婷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预赛比赛开始后 李玉婷很快就上演了狂飙 这也一下子就将对手门都甩开了 李玉婷的后撑能力确实也让对手门都汗赢了 只见李玉婷率先冲过了准备 最终李玉婷甩开对手10名远 以23秒29的成绩无血内毒的预赛第一名进行决赛 这个成绩轻松达标了国家健将24秒00的标准 距离国际健将的23秒10也只有0.19秒差距 结果到了决赛 李玉婷再次展现出非常不熟的进行状态 今天李玉婷取代第六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李玉婷的最大机会对手只有他自己 比赛后李玉婷起跑反应达到了机能的0.168秒 是所有水融中最快的一位进行的位置 才跑出没多久 只见李玉婷就奋力冲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李玉婷开启了自己的暴走模式 一下子就将对手横甩开了 当比赛将最后100米转远直到较量的时候 李玉婷领先第二名选手梁明远就为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李玉婷开始展现他的超强 获全加速能力实现了再次加速 这也瞬间就拉大了差距 只见李玉婷再次跑进了无人区 最终李玉婷甩开对手5明远 以23秒55的成绩无血内毒光 虽然决赛没有预赛跑得那么好 但是李玉婷全城上瘾疯狂冲刺并跑进无人区 可见也是扭压性的存在 也相信陈玉婷和李玉婷必然会 抗起中国女子短跑的未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留着 青山不改绿水残留 我们下期再会